香港疫情防控進入新階段 政府昨天起有條件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令外亦公布了疫苗接種計劃詳情 香港社會存在不信政府抗拒內地的情緒 當局以服業服償為有因推廣安心出行 鼓勵市民接種疫苗成效尚待觀察 放眼世界黑下取得較多疫苗的地方已然不多 就算有貨在手遊說民眾積極接種也是棘手問題 建立疫苗護照制度讓已接種者可以出外旅遊 是不少國家鼓勵民眾接種的手段之一 香港亦有聲音希望疫苗有助恢復通關 然而現今所有新冠疫苗子防發病 未必能防止感染傳播 不排除疫苗護照跟旅遊氣泡一樣 雷聲大雨點小 當局提供有因鼓勵接種 需要實事求是 澄清誤解 讓公眾認清合理預期和不合理期望 蘋果頭條 55名民主派被指參與或組織立法會三五家初選 涉為港版國安法中顛覆政權罪被捕 震驚中外 各人早前獲續保至4月初再報導 蘋果、總合多名被捕者描述、披露拘捕、搜證 以及盤問三方面不為人知的小節 亦從中揭示過往港警有目的式的刑事偵緝 以誠突顯國安震懾力行先 正如被捕者林卓廷形容 港警在此涉及國安案明顯有殺錯無放過 要將53名初選參選人及組織者 未繼在囚的黃之鋒及譚德智 清一色在1月6日清晨約六時一網乘琴 警方曾透露用上遇遷警員 但遇遷都是當日所計 事前暗中進行的跟蹤功夫 定點確認沒有人能逃過被捕 種種陰招涉及的人力物力 警方未有披露 東方政論 酷夢由來最易醒 一直做著奪拳變天春秋大夢的一傳媒 黎智英 樂得下獄 妻堤女悲的折墮下場 唯有人還未肯面對現實 依然心存僥衡 繼忠遠一徐定陰財定律政司上訴得席 罪行向高院申請保釋 結果依然被拒 從其女兒在庭上哭聲震天當之 大漢奸大勢已去翻身無望 反中亂港到頭來指示王良一夢 是時候搭埋深水在獄中度過餘生 星島社論 首批100萬劑的科興疫苗將於今日旁晚抵港 而首批100萬劑復星Biontech疫苗亦預計本月抵或之前到港 政府昨日宣布240萬名屬於五類優先群組 包括長者、醫護人員、紀律部隊等可率先於下週二預約接種 最快下週五起打針 預1,500間私家診所、醫管局核下18所普通科門診 及五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將會提供科興疫苗 若市民希望接種Biontech疫苗 要前往期如24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市民預約時必須同步預約兩針的接種時間及地點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提醒 市民接種時必須先預約 以免浪費疫苗 經濟社評 新冠疫情重擊就業市場 本地最新失業率升至7% 迫近沙士時期的高位 疫症根本改變了全球人類生活 個別職位也許一去不返 港府在下週公布的財政預算案 應致力促進企業和打工仔升級轉型 迎接經濟新常態 並可參考近輪舉措 按本港現實精準提供支援 座有需要人事先度過時間 政府統計處最新數字顯示 去年11月至今年1月經調整的失業率 再升0.4% 至近17年新高的7% 總人數突破25萬 就業不足率也升0.4% 報3.8%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塞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